喂,静静呀,我是你爸爸,那个,你妈生病了,现在在医院呢,你弟弟太忙了,他出差了没在家,没时间照顾,你看你能不能来照顾一下,我自己实在是弄不过来了,白天晚上24小时照看,我吃不消了,需要有个人代替一下,你快过来吧 我可没时间,我昨天上的夜晚,我还需要睡觉呢,再说这么多年来,你们心里只有儿子,把家产都给了弟弟,如今需要人照顾了,这才想起我 你不觉得心里愧疚吗,弟弟出差没在家,你可以去找你儿媳妇呀,他也应该去照顾我妈,这个是不可退卸的责任 我早就给他打电话了,人家不来啊,说还有孩子要照顾,根本脱不开身,而且还无情的说,活泼根本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他不管,让我自己想办法,你说我一个老头子能有什么办法,你就过来给我硬硬几,帮我一下 我真的帮不了,我想起以前你们无情的对待我,我就满脸怨气,我不可能过去的 我清楚的记得,当时出嫁的那一天,满心欢喜的憧憬着新生活的开始,身着洁白的婚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以为即将踏入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新家庭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老公给我的彩礼,本应是我新生活的一份监视保障,却被你独自扣押,挥霍得一干二净 你们未经我同意,就肆意地用这笔钱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喊给弟弟买昂贵的电子产品,还去旅游,甚至买了新家具,却从未考虑过我的未来 婚礼当天,看着你们满脸的笑容,我的心里却满是苦涩 我深知,你们的笑容并非为我而绽放,而是为了从我的婚姻中获取的那些利益 我安安告诉自己,以后一定要靠自己,努力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从我出嫁的那一刻,我心中的就暗自决定要和你们断绝关系 以后你们家的事情我不会管的 女儿啊,我们把你从小养这么大容易吗 最后嫁人了,也不伺候我们了 我们老两口花你点彩礼钱怎么了 难道还没这些年养育你花的钱多吗 你不要小题大做好吗 你的意思就是在卖女儿吧 生我养我不应该,花我彩礼应该的 我结婚后对娘家付出也不少呀 也是在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呀 你们考虑过我的婚后生活吗 一分钱没有,怎么过日子呀 我婚后的生活的重担并未减轻 我不仅要照顾自己的小家,还要兼顾娘家 我的丈夫是个勤劳善良的人 虽然对我的付出有所不满 但还是默默支持着我 我们努力工作,省吃俭用 只为让生活过得更好一些 然而,娘家的事情却让我疲惫不堪 你们总是以各种理由向我要钱 声称家里有困难,需要我的帮助 我每次都很不下心拒绝 毕竟你们是我的父母 于是我一次次拿出自己辛苦赚来的钱 去满足你们的要求 而弟弟呢 他对你们不闻不问 仿佛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的偏爱 从未觉得有任何不妥 每次看到弟弟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委屈和怨恨 我不明白 同样是父母的孩子 为何我要承受如此多的不公 我曾多次试图和你们沟通 希望你们能多关心我一些 让弟弟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可是你们却不当回事 感觉一切都是我理所应得 这本来就是应该的养儿防老 你作为家里的老大 不就是应该帮助弟弟照顾我们整个家吗 你要想清楚 你不是为别人付出 而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这是每个家亭中的孩子要做的 人家邻居家的女儿 别说过年过节给父母包红包了 平时每个月都给爸妈三千元生活费 这些钱我还没给你要呢 你就心里知足吧 真是一点事也不懂 行 看来你没有把我当女儿 就是把我当你挣钱的工具了 爸你要清楚 我现在也有自己的家庭了 生活很不容易 弟弟也长大了 他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不能总是让我一个人照顾你们 你们不能这么偏心 这么多年来 你们一直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弟弟 对我却不管不顾 现在你们有困难了 就想起我来了 我再说一句 你是姐姐 照顾弟弟是应该的 我们把你养大不容易 你现在怎么能这么自私呢 如果你弟弟有能力 我肯定要让他出钱出力 只要是你弟弟不在家 你弟媳妇也不来 你说让我这个糟老头子怎么办 你就忍心看着你妈在医院没人管吗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总是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却从不考虑我的感受 你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依旧我行我素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而弟弟在你们的溺爱下 变得越来越自私和懒惰 他整天无所事事 只知道吃喝玩乐 对父母的事情毫不关心 他出差 我怎么就不信呢 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肯定出去钓鱼或者和朋友打麻将去了 而且这么多年了 你们心里只有弟弟 当初老房子拆迁款全给了他 我一分都没有 现在凭什么让我照顾妈呀 我再强调一边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就别计较了 现在你妈生病了 总不能不管吧 你赶紧来医院 就替我几天就行 让我休息一下 有个缓冲的时间 以前是我们做的不对 我给你道歉行吧 你妈病得很严重 医生说需要有人照顾 你弟弟他实在是太忙了 没时间过来 你就看在你妈的份上 来照顾一下他吧 我已经照顾你们这么多年了 也算是还了恩情了 从今天起 我不会再伺候你们了 你们还是去找弟弟吧 弟弟没时间 就去找你们的儿媳妇 儿媳妇没时间 你就花钱去顾护理 反正没有地球 我也一样赚 也能解决所有问题 说完 我愤怒地挂断了电话 那一夜 我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想起小时候 父母对我的种种不公 我的心里 就像被巫术跟针扎一样疼 我想起小时候 弟弟总是有新衣服穿 而我却只能穿得穿过的旧衣服 我想起每次考试 我考得好的时候 父母也只是淡淡地说一句还可以 而弟弟考得稍微好一点 他们就会大肆表扬 我想起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每一件都让我心中的怨恨不断加深 我的心里始终无法释怀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 孤独而无助 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 也不知道该如何修复和父母的关系 心中的怨恨如同熊熊烈火 燃烧着我的内心 让我痛苦不堪 我决定还是不去医院照顾妈妈 大家觉得我做得对吗 如果这是放在你们身上 你会怎么办